今天有我为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写生油花箱的使用方式 首先咱们先翻过来,翻过来背面有两颗螺丝 这两颗螺丝都要先拧下来 不要先掉啊,不要掉 拧下来之后把枪杆放一边 然后咱们就可以看到背板上有一颗孔 这个孔里面是有螺纹的 然后一般的三脚架都是能通用的 只不过普通的三脚架 那个云台上的螺丝比较短 然后我为大家配了一颗比较长的螺丝 大家看一下 这个螺丝换到这个云台上面 咱们先把云台快窗板先拆下来 云台快窗板 这个螺丝比较长,大概是10毫米 然后咱们把这颗螺丝拧到这个孔里面 因为螺丝比较长,所以拧时间也相比长了一点 但是它的稳定性是很棒的 一直拧到这个快窗板 这个快窗板不会来回洞为止 然后咱们调一下三脚架 三脚架大家在网上随意选就可以了 但是不要选太便宜的 太便宜的它们密切很差 好,咱们把这个三脚架上的这个快窗板安装上去 稍微调节一下 好,咱们这个融化箱就放在上面了 然后打开 这个是用的那个扭矩盒液 扭矩盒液它就随意冻 然后再一条 调色盘,调色盘用分两块 这块是主要用来调色的 这块是主要用来放东西 你看这里有那个插底的 还有可以放一个纸杯或者旅行杯 然后还是用这两颗螺丝 刚才手里的两颗螺丝 把这个调色盘注定下去 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几个零件的硬术 首先是这个,这个画托 这个画托没有设计在外面 没有设计在这种涩羊的地方 而是设计在里面 主要原因就是 这个东西画完画之后 不可能一点原料都没有 如果设计在外面的话 那这个画箱 你来的时候是背着过来的 但是回去的时候 你就没法背了 因为肯定会蹭到衣服上面 所以我设计在里面 然后咱们试一下 试一下这个画托 这是一个40x40的画框 让它后面拉起来 这样 就固定上了 然后还可以用什么呢 它可以用这种画卡 这种画卡是在这里 放在这里 稍微的往下摁一下 稍微的往下摁一下 这样它就固定住了 然后今天 忘了带那种比较大的画卡了 这个画卡有点小 这里 这里是放画卡的地方 大家看 这里有一个凹槽 正好可以卡住这个画板 然后咱们这个画箱最小 可以放十成十的画布 或者是那种画卡 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然后还可以再拿卡画呢 把它翻转去 翻转过来 然后把这个 把它叫 叫到合适的位置 这边主要画水彩 主要画水彩 画一画水彩 画一画油画也可以 但是我不建议 因为你画油画之后 这边或多会少 会蹭了一些颜料 然后这个东西 调过来一点 调过来一点 然后最好换一下位置 换一下位置 会比较好 这里我就不给大家换了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两块调色盘 这块调色盘 主要就是来调色的 然后这里可以放一个小油壶 然后蘸调色油 蘸松阶油都是比较方便的 然后这个区域 整个区域就是用来调色的 包括这里面也可以用来调色 然后这块调色盘 这块调色盘主要用来放东西 当然这个区域也是可以调色的 这个区域也不小 也可以调色 咱们可以放什么呢 放一个纸杯 纸杯里面放松阶油 放水 根据你需要画什么 你如果画水彩就放水 画油画就放松阶油 然后这里是用来插画笔的 据大部分的齿痕画笔都能插进去 然后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用来卡一个塑料袋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可以卡一个塑料袋 这里是两个钩子形的 钩子形的一个形状 把这个塑料袋勾在这里 然后把它掉 里面放一些废纸啊什么的